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暂时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战队当中来 不用着急 我们的最强大脑的主题公园随时为你而开 你也可以通过优酷土豆的平台 上传一分钟的展示视频 你有可能能够到这个舞台上来 成为我们要找的那个最强大脑 大家都看到 在我们的评审席上 还有一个空位 这个空位专门是留给一位 人称 十拳大补无丝角 暖男 著名的演员 佟大为先生 邀请 很高兴看到大为来到现场 最近忙些什么 最近除了跑电影宣传以外 在练尸吼弓 为什么想到练尸吼弓呢 对 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 觉得那个挺酷的 能把那个酒杯 用那个尸吼弓 把那个酒杯弄碎 我觉得挺酷的 那你练了多长时间 练了两天了 两天了 结果把什么给吼破了 结果嗓子快好哑了 也没太行 接下来告诉我们 来这个舞台上的责任是什么 责任就是希望能够选出 最优秀最强的中国战队 然后去跟老外PK 大声谢谢大为 好 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会有怎样的人才 能够脱颖而出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发现之旅 王峰最强大脑第一季风云人物 全能脑力王 超乎常人的脑力风暴 挑战三重记忆 解锁诗人 进京全场 其实早在2009年 王峰就以31.02秒的成绩 获得快速记忆扑克牌项目的 世界冠军 之后又以24秒22的成绩 再次刷新 至今仍是世界记录保持者 他 压压学语时期就能过目不忘 他是上天的宠儿 面对挑战 无所畏惧 今天他向世界第一的王者发起冲击 24秒22的世界记录能否被他突破 新的世界记录能否在最强大脑的舞台诞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请挑战者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李之慧 今年11岁 来自辽宁大脸 贵贵 到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来 心情怎么样啊 有一点紧张 第一次来 不用请 来 你有老乡 有老乡 老乡 对 我也是辽宁的 你辽宁哪嘎嘎的呀 我是辽宁腐顺的 哦 腐顺 贵贵 站在舞台上不紧张 我觉得反正我是做不到 我刚才走上来我也挺紧张的 但是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要做的这个事上 放松 放松 别紧张好不好 好紧张 挑战一个世界冠军肯定有点紧张 陶子 小妹妹 嗯 快回去吧 这里很危险的 我刚才看那个片子里边 你就是看到王峰的那个项目了 是吧 对 就是确定自己比他更强 是吧 我确定 那你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 扑克之王 扑克之王啊 是 The King of the Pork 对吧 刚才提到的这个王峰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是世界级的记忆大师 今天啊他是来鼓励你 专门到了最强大脑的现场 我们有请王峰 跟两个人握手 我明显地知道谁紧张了 王峰这手 有点寒冷 是天太冷了还是有点紧张 刚才写了一下手 好 卉卉 今天呢来挑战扑克之王 你的感觉是 我参加了三次世界脑力锦标赛 09年那一次 我大概是31秒拿了世界冠军 那么后面又参加10年的话 是24秒拿了世界冠军 那么到了第三年 其实我私下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17秒记忆复牌 至少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在世界赛场上 能够超越我这个成绩 那么其实我还是期待 有人能够超越我 能够让我看到一个 就是人类的大脑 能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层 我们把这个事说清楚 你自己私下里完成过17秒是吧 对 这个数据有没有官方的认可 这个在世界赛场上 我也没发挥出来过 小妹妹 旁边这个人 请正常一点讲话 那现在我们问你 你是愿意挑战那个24秒的 被认可的世界纪录 还是去挑战一个 没有得到认可 但是他吹牛说17秒 你要哪一个 你想完成哪一个 我挑战17秒 我挑战17秒 我当时问这个话 有逗他玩的意思 他一下把这个幅度提高的 那么大 这让我吃惊了 如果有人能够在 世界脑力锦标赛的赛场上 10秒到20秒 能记住一副复刻牌 这会震惊我们整个脑力界 如果能够在10秒以内 记住一副复刻牌 我想会震惊整个科学界 好 好 那么 狐克之王的规则 到底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记忆扑克之战 风云变幻 胜负难量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扑克之王 选手记忆一副 随机打乱的扑克牌顺序之后 用另一副扑克牌 将顺序正确还原 且选手记忆时间 低于王峰曾创下的 快速记忆扑克牌世界纪录 24.22秒 则挑战成功 好 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评审 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百分 十五分 我这个给了十五分 所以又有点压力 大为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对 因为刚才我跟那个孟老师还聊 说黄磊在拍戏的时候 现场没事也玩这个鸡排 他说他把一副牌的顺序 记下来要四五十分钟 我都怀疑他四五十分钟 有锤链的成分 孟非 我说新游戏是我选择的重要标准 我没有说是唯一标准 老说唯一的人 会给人感觉有点缺心眼 我们知道他要挑战的这个能力 就不是中国队的问题了 是人类极限的问题了 当涉及到人类极限的世界上 我觉得他值得给五分 是 好 惠惠 有没有信心 有 主持人好好说话 好 你看 她报复心很强吧 有没有信心 有 接下来 我们就请我们的惠惠坐上挑战 接下来我们就请 佟大为先生 从我面前的这十副牌当中 随意地挑两副牌 并且把它彻底地洗一次 来 有请同学 怎么有放轻松啊 因为我刚才看他一直在大喘气 一看就是一个经常打牌的人 吃灌蛋嘛 好 两副牌已经清洗完毕 谢谢佟先生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王峰来检查一下 那么我需要把牌 从头到尾都看一遍 检查得这么仔细 是因为我要把这副牌给记住 只有我记过的牌 那么再拿去给别人再去记 它的速度能够超过我 才比较有说服力 OK 好 已经检查完毕 好 谢谢王峰 谢谢 现在我想问一下 慧慧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上挑战位 那只有两副牌 你选择一副 谢谢啊 请上转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15秒多 你那个王峰 在私下练得最好的 那个时间都还要短 就觉得哇 真的要有 就要把你勤力了 他刚才按那个按完了 没按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俊慧 计拍用时仅为16.79秒 然而 他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复拍 并且看起来非常紧张 他的呼吸 包括他的眼神非常不确定 主任选手确认完毕 好 我们接下来开始验证 红桃舞 正确 有两张牌顺序颠造 有两张牌顺序颠造了 应该是红桃酒前面 黑桃酒后面 我把黑桃酒放到前面 红桃酒 没关系 你可以按照你正确的顺序吧 红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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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他很紧张 一直在做深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跟柯主的对话 他跟柯主的对话 那种不确定 那种有意义 还是让人有点担心的 黑桃酒 黑桃酒 正确 红桃凯 红桃K 正确 黑桃石 黑桃石 正确 黑桃鲜 黑桃S 正确 红桃 红桃 方片5 错误 很遗憾 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规定 只要有一张牌就错 那么就算是一张牌就错 这一次的挑战 没有成功 好费啊 明明可以的 没关系 加油 加油 李俊慧第一次的失败 让大家为他感到惋惜 按照规则 他还有一次挑战机会 他能否打破王峰的神话 创造新的世界记录呢 请上挑战位 老大 这么短的时间欠哪 4.58秒 一次看完 冚选 字幕 询 询 他询 一下4秒就把牌给收了 那么对于我来讲 我可能连牌都没探清水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他其实就想赌一把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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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错了无所谓 慧慧 那个我知道你特别紧张 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 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来参加这个比赛 成功与不成功对于你将来 对 可是有关系 我可以找出在最强的脑上 我什么地方失误 毕竟对我以后 或者我以后的人生 肯定会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根本不厉害 对 这样想就对了 我想问一下 你在家里边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最好的成绩是多少 五秒之内 他父亲也来了 我想这个织女的某妇妇 对吧 莫如妇 来 我们有请他的父亲 刚才孟辉问 在家里面如果自个儿练的话 最好的成绩是 他拿手戳牌的成绩 应该在一到两秒之间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我们的面试导演 见证了慧慧的惊人表现 李俊慧的最好的成绩是 零点五秒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慧慧在面试当中 是怎么表现的 请看 你会不会展开了 没 展开了 展开了 看到了 好 是什么事 我现在说的倒 我现在就倒了 这个还是倒 正如意 嗯 来 这张开就忘了 没没没没 红桃这个后面后面 后面不对 梅花香 啊 梅花香 慢点慢点慢点 你叫什么 梅花香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都给方 方向 九条 这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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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八 方 七 三 三 一道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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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十对吗 对 方便五 不对 哈哈 红桃九呢 不对 梅花六 对 方便五 对 红桃六 对 红桃九 对 你怎么说 我给你 我说就是 这个成功 对你这种 图像式技来说 这是个概率 就不会是 每一把 好像 我叫王峰那样的 因为它是要做连接记忆 它是真正的把它就编码 编码以后它记得更老一点 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成功的概率大一点 在这个方面 我刚才一直在测算的是 小姑娘回复牌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图像式记忆 你记得很快 但是它忘得也快 这种记忆是年幼的时候 就能力越高 我们到越老的时候 我们这种能力就会下降 靠这种记忆来记忆 整部扑克牌的话 其实就完全看你能让这个 在快速模糊的图片 能保持多长时间 在这种非常需要 拒精会神的时候 它如果再紧张的话 其实对它的那个 能力的展现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这个舞台 最后是一个比赛的舞台 在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除了需要很多 具有天赋的能力的一些选手之外 他们的临场的心理素质 哪怕它具有非常强的天赋 但是这种天赋 能不能在超大压力下的比赛 这也是我们要考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对 咱们这次没有成功 咱们今天才11岁嘛 没有问题 明天再说 好 谢谢 谢谢卉卉 大家给她加油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其实 父女下次的我特别想说两句 比如说像王峰 他现在已经是参加专业的比赛 这个是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是他的一个职业 但是我不知道对一个小朋友来说 就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且就是 此非于焉之鱼之乐 好 我们让一个鱼来说话吧 好不好 王峰 扑克牌只是我们训练的一种形式 当你具备了这种快速记忆的能力以后 记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随时能够把这种能力给发挥出来 其实说实话 今天我是非常期待能够见到大脑的一个奇迹 那么今天有一些遗憾 我是不怕被超越的 因为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在三秒 把一副牌给系完 我觉得他超越的不是我 他超越的是人类的大脑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所以我不怕被超越 欢迎来挑战 好 挑战 那所以我在没有征求 Dotter Wei的意见的情况下 为什么就不能让王峰 今年再参加中国队呢 我觉得可以这样 栏目所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不是现在在初选吗 召进中国战队最强战队吗 但是到PK赛的时候 老的队员要是觉得里面的新队员 还不如他们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要他们回来 反过来再PK嘛 反过来再PK 对吧 好 你愿意吗 愿意 好 真棒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这里是由有进来领导品牌 经典有进来 为你冠名莫出的最强大脑 洪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最强大脑独家汽车合作伙伴 雪佛兰新科鲁兹 新表现更过瘾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叫陈大忌 是一名国家公务员 现在在资博士审计局工作 审计工作责任重大 让我练就了一双火眼尽精 再细微的账目漏洞 都轻易地被我查出 我对数字特别敏感 很多人称我为数字旁人 我希望用我的大脑 在平凡的岗位上 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我们有请挑战者 大家好 我叫陈大忌 今年45岁 来自山东资博 你刚才片子里边说 对数字非常敏感 你的工作又是审计 你的数学这方面的天赋 能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 我从事审计工作25年 每天接触的都是数字 我举一个例子 在一次一个单位的 银行对账单审计中 我看到几笔收支非常熟悉 我确定 我这几天前是看过 而且不是这家银行 最后到银行落实 有一张是假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你们单位 或者你们行业里边 现金工作者呀 拿奖状带打红花 都是由你吧 我曾经是山东省全省 现金工作者 现金工作者 大卫 对我们陈老师的印象 很好啊 我觉得特别好 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觉得 他的功能性比较重要 好 直接告诉我们 你今天挑战的项目是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 七阶换立方 鼓有换方 今有七阶换立方 立方体内均匀排布 343个小立方壳 嘉宾随即将起点数字 1放入出中心点外的 任意一个小立方壳内 挑战者确认原点后 需要将2至343的自然数 填入剩余的位置 最终使得换立方 分别以X Y Z 三轴视角 每层的每行 每列 每条对角线 及立方体的体对角线上 七处之合 均为1204 最终全部正确 挑战成功 请看报具 我是惊叹于数学之美 非常地漂亮 对我的说 我们先慢慢来 你把什么叫换立方 给我们说清楚 然后再说什么叫 七阶换立方 好吗 换立方就是 由343个小立方体 组成的一个大立方体 理解 你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343个小立方体 组成的一个大立方体 为什么是343 七行七列 七七四十九 再乘以七层 343 这343个小立方体 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放1到343 这些数字 填完之后 要求每行每列 对角线都得1204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从这 穿过去到那个对角 它的核也必须是1204吗 你说的这种对角 在立方体中有四个 必须得1204 这是换立方的定义 它的难度 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打赏鼓励 来一下 我想问一下大哥的位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 非常高难的数学游戏 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好 现在 现在我们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一个游戏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九宫格 给你1到9的数字 那么要求什么呢 横的加起来等于15 重的加起来等于15 对角线加起来等于15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科学助理 这个不就像九宫格火锅吗 四位评审已经准备完毕了 请我口令 挑战 开始 横的数字加起来 不要问了 计时了已经 1到9不能重复 一个数字只能用一次 横的加起来等于15 数的加起来等于15 对角线加起来等于15 好 点 40秒 40秒 平时不太玩的游戏 给你抄 抄 这不都一样了 我从小抄到大了 但是它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好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佟大为稍微时间长一点 做完就没有 没错 没错 没明白这个什么情况 还没明白 不是 但是刚才那个 七级换了一方我听过 这个确实是平时不做 不做 对 没做过 不是佟大为第一次来 上咱们节目会找智商的 做得越来越测词 我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上的正确答案 492-357-816 492-357-816 492-357-816 你的答案怎么那么工真 你是偷看的吧 我以前背过这个 好 掌声鼓励一下 但是我刚才听孟老师说 他这个背过 那这个期间我就想 是不是也有一个内在的 一个就可以背的东西 如果是他提前在家 把这东西都背好了的话 我来解释一下 一的不同位置 对应着不同的方法 我不是记忆方面的 最强大脑 我是背不过的 所以就是 我那个一放在不同的位置 你要算 对 对 对 那就说我们现在要判断 到底这个大忌凶 他是一个计算天才 还是一个记忆天才 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够对立 其实玩这种计算游戏 从来都是运算和记忆 要结合起来 都得用 不可能截然分开了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首先基于我们对 对某一个领域的无知 因为无知 我们可能要留出某种空间 比如说这个事情 也有可能它的难度非常大 只是因为我们不懂 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实它非常难 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看似非常难的一个东西 而在专业的数学领域 其实没有我们这些外行 想得那么难 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 数学这个对我们大多数来说 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要评估它的难度 是有很大难度的 我的那一分就扣在 我对这个领域的无知 留下的敬畏 就留这么一点 我觉得孟老师 有挺对的一点 现在嘉宾的打分越来越重要 就说你们其实 这个话我不同意 我们的打分在你面前 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没有 其实难度分 其实我心里是有谱嘛 我的打分是个客观存在 因为嘉宾给的分 三分和四分的差别是巨大的 所以有时候到进不进去 到变成你们的打分是胜负熟了 你这句话让我听得 还是比较舒服的 好 陶子 我数学也不好 但是我觉得大致一定很厉害 但是我在猜想 既然一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每一个数字可能都有 固定了几个位置之后 再找出来是不是没那么难 可能他做了那么多年 他会有一个公式 当然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领域 他当中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微妙的关系是可以找 但当然是非常难的 我只是来不及看而已 你不能希望所有的评审 他对所有的东西 他都是了解的 他觉得只要有方法就行了 但是方法谁告诉你 我最后想问一点 当你把他精心挑战 做出来了之后 我们要验算 他要验算多少时间 我告诉你很长时间 因为他的计算量相当大 那谁来验证这个事情 你来 对 我看玩家 新来的赶紧就是 那么现在三位评审 给你打出的分数是 11分 那么这个分数呢 其实还算是个不错的分数 有没有信心 能够通过挑战 有 有 有信心请上 招待 接下来我们就请 佟大为先生 为我们来设定 001所对应的那个位置 掌声有请 和我们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接下来我们请挑战者到触摸屏处确认原点有请 接下来我们就请科学助理把001放入到我右手边对应的实体的办理方当中有请 好接下来陈大吉先生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挑战开始 陈大吉在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挑战 陈大吉的挑战一开始就非常顺利 可是似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计算 我觉得从运算量来说毕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量的运算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主持人 我已天写完毕 主持人 数字立方体已摆放完毕 好 我们谢谢科学助理 谢谢 现在我随意地选一行 请听我报数 答案是 科学助理 答案是 科学助理 是1204 正确 太棒了 好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的小小的一步 由于验证过程太过复杂 处于公正严谨和专业的考虑 节目组特别邀请了中国幻方协会的副主席 曾学寒进行验证 谢谢你啊 陈先生 我们要验证多少组数据 验证七届标准幻力方 可以分解为四个角度 然后总计193组幻线的检验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陈大忌 跟我们的曾主席 一起到后台进行验证 好不好 有请 曾学寒副主席 在后台与工作人员一道 分别从航方向 列方向 垂直方向 面对脚线等 共计193组幻线 对于陈大忌的幻力方 进行了检验 这个项目 不仅难得他运算 需要很复杂 连验算都需要这么复杂 这个是很夸张的 现在让我们有请 副主席 以及验证结果 一起来到台上 任先生您好 那么请告诉大家 验证的结果 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人工验算 这里有27张验算表格 经过我的逐一验证 最终确认 所有的193条 幻线上的七个数字之和 都满足七届标准幻力方的 幻核常数 1204 恭喜陈大忌 来 恭喜陈大忌 陈大忌完成了标准的七届 幻力方的任务 太棒了 哇 了不起 那么我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这个主席 这个中心对称的七阶幻力方 它的难度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来给我形容一下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我觉得可以用 靠能力去爬 珠穆朗玛风的这么个难度 哇 那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们今天那个选手 他具备他这样的能力的人 在中国有多少 我们协会的 现有的主席团 应该都可以 咱们主席团有多少人 10到20个 他20个人 全部掌握了这些方法的人 一个都没有 我敢打保票 大忌 你告诉我 只是会做这个七阶吗 我做出2012年 做出151阶 完美换力方 做世界纪录 你那个主席团里头 做151阶 换力方的人有多少 据我了解 可能 在 一个手掌吧 世界上居然有五个人 能做151阶 完美换力方 言过其时 自以为是 绝对是谎言 那个 阶数的增长 跟难度的增长 是线性的关系吗 是不是阶数越高 就越难 并不是说 阶数越高 它就越难 可能呢 是相反 对于会者呢 它呢 应该叫不难 对于难者呢 它就不会了 我自己肯定是已经 熟练掌握了 这个 这个 换力方的构造规则 陈大基完成的 这个 非常简单 可以当场学会 你协会的这些 20个朋友 有没有人敢 在这个舞台上 跟陈大基挑战一下 我随时迎候 他在挑战 你记得说 他们协会 20多人都会做 都能做出来 他是20个人之一 我现场叫他做 你叫他做 现在就给我做嘛 如果我要挑战 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 但是 我呢 不是 就是表演型的人才 我们不需要表演 我们就实际上 就把这个放在这边 你就踏踏实实做就行了 我有话说 我现在孤独求败已经两年 我希望在江苏卫视的见证之下 给我们两个房间 看谁做得最高 现在就两个选择 一个是大家说的 现场你来挑战陈大基 还有一个就是退后一步的方案 你们回去 让大家伙开个会讨论一下 有没有人觉得 可以挑战陈大基的 如果有 和我们最象大脑联系 我们下一次找一场PK赛的时候 我们来挑战这个项目 我选择第二个方案 我在学会里面 再找一个 好 我认为最强的 最强大脑 一定打败他 只有他敢来 我一定叫他煞鱼而归 谢谢 请到台下休息一下 谢谢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拭目 以待 二十 好 怎么会 怎么会 我同样跟桃子一样的问题 怎么会 为什么这个 在视觉上看起来这么震撼 而且事实上也蛮难做 我刚才跟他们那个行业内部 出现了一些争执的时候 他表现出的底气非常强 刚才那个副主席讲的 有一个地方是对的 就是会者无难 这个话的道理我有点不同意 当然谁都是男者不贵 会者无难 你去问桥单 打篮球 难不难 很好玩的 很简单的是 但你能打成他那个样子吗 这个项目本身看起来非常棒 而且换方是非常美的 非常好的对称性 但是当你知道解法以后 剩下的只是 按部就办的田店局势 他没有展现我们想要的 那些脑力的部分 他没有展现出 过人的工作技 没有展现出 非常好的视觉表象 没有展现出 很好的心算能力 所以我就不能够给高分 他的打分 他应该是受到了 副主席的影响 他也听信了他的谎言 他自己说科学是 他的名义标准也不一定 那个大吉 我现在的判断可能是这样的 Dr. Wei说的 不是否认你在这个领域的成就 和能力的高低 而是他认为 这个项目本身的难度 不足以展示脑力的那种极限 对 那三分给的是 他的创新性 我关心的是 这个技能后面的脑力 因为你将来跟老外PK的时候 那个项目 极可能就不是这个项目了 这样计算给你新的项目 你也马上可以把你的技能 迁移过去 你能够完成那些PK 但是这个项目 恰恰是我没看到 我需要看到的那些能力 我不认同他说 我的技能是没有迁移性的 这个过程充满了创造 创造本身就是最强大的 我说一次 我随时等着副主席派来的选手 八种舞蹈 八种颜色服装 八个无线音频发射器 六百四十八副耳机 六百四十八名舞者 每个方阵舞者 按编号一至八十一号站位 根据无线耳机播放的舞曲 进行对应的舞蹈展示 选手记忆舞蹈动作后 随机打乱站位 随机挑选一首舞曲 选手根据舞蹈动作 判断对应舞蹈方阵 并基于舞者站位坐标 沙盘还原 一次机会 全部还原 挑战成功 好 我们有请挑战者 你好 非常好 今天的观众朋友 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胡清文 今年二十五岁 来自湖北武汉 我有两个问题 多少个大妈 你后来要挑出来 每个方阵是81个人 八个方阵一共是648位 所以你要挑出81个大妈 然后你记住他们方位的时间 是多长 一至五曲把它放完 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想问 你把人挑出来之后 这个还原的过程 你要做多长时间 还原我只需要把他们 放回那个方阵就可以 我对还原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难 我还告诉你 我们这些大妈 她都是自己学的舞蹈 是属于偶尔会犯错的 这个动作 比如说应该是这样 她有可能是这样了 但她衣服的颜色 是不会被看见的吗 不会 所有人都穿白衣服 总共是十三分钟 意料之内吧 我当时也猜到 对于嘉宾们来说 这个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像他这么强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多的 前景看呢 这个人真的很模糊 差异性也没有那么大 难度挺高的 我本来想给三分 但是对男人来说呢 八岁以下跟四十岁以上的 女性生物在他们眼里 是不存在的 但他可以盯着他们这么久 所以我再加一分 接下来 我们马上进入 户外挑战环节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挑战者 胡契文 告诉我 看到这样的场面 第一感觉是什么 很震撼 这么多人一起跳广场舞 还是头一次见 这才能称得上是最强道具 好 那在我的右手边 是和六百四十八位大妈 一一对应的沙盘 待会选手在挑战位 进行技艺之后 将要回到沙盘 进行复原 那么接下来就是 激动人心的挑战时刻了 胡契文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胡契文 请随我登上挑战台 胡契文 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记忆 全场八个方阵 所有阿一们的舞蹈动作 好 那么接下来 请在场的 所有的大妈们 把你们的耳机带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我口令 三 二 一 计时开始 我们来到了同一个地方 我用梦冲一河 长江黄河那个 接门关 我 说一个我一 我 说一个我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春风吹过来 起乎一片花海 我 看着你的眼睛 还有三十秒 短短短的三分钟之内 胡契文需要记住八个方阵中的八种舞蹈动作 并在八个方阵中随即挑选一个方阵进行复原 究竟他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记住这八种舞蹈动作呢 好 我们看到胡庆文为自己抽出了五号球 也就是说待会儿他将复原五号方阵的所有阿姨 接下来 在场所有的六百四十八位阿姨将要全部调换你们的位置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抛起来 有老头 还跟着他拍 还跟着他拍 大妈这里的大 心仆仇 少有点 少有点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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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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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防灯有几个大妈疏失 防灯22号 22号阿姨想一下 刚才确定是跳过这个吗 18号和22号想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要回到沙盘验证区 进行一一复原 请 带着质疑 胡信文回到了沙盘验证区 究竟他能否从打乱的648位舞者中 找出原来5号方阵的舞者们 并复原成功吗 好 那么现在沙盘上 一一对应了648位阿姨的位置 而胡信文将要从中 把之前属于5号方阵的阿姨 一一挑选出来进行复原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复原 开始 首先是1号方阵的55号 接下来是63号 1号方阵完毕了 接下来是2号方阵 37号 63号 接下来是70号 80号 43号 51号 54号 62号 70号 71号 76号 3号 但是胡信文还是顺利地复原了 1至4号方阵 接下来 胡信文将要复原他所选择的5号方阵了 5号方阵的选择 决定了他是否能挑战成功 他的选择到底会是怎样呢 还有5号方阵 22号 22号阿姨 想一下刚才确定是跳的这个吗 18号和22号 我想一下 5号方阵是2号 第一排的2号和5号 9号 11号 10号 7号 5号方阵 胡信文也艰难地逐一复原了 他从有质疑的三位舞者中选出的两位 究竟是否正确呢 50号 56号 79号 19号 接下来 胡信文也顺利地复原了验证区 剩余的最后一个空格 现在验证区 还是最后一个空格 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 第七号 七十 七十八号 是来自第八方阵的七十八号 好 现在胡信文需要再进行确认 六号方阵 六号方阵 刚才是21号出来了 现在21号回去 18号出来 胡信文将六号方阵中的21号和18号进行了对调 这个修改是否正确呢 您检查完毕了 您确定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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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方阵已经全部复原完毕 接下来将验证这81位舞者所对应方阵的舞蹈动作和衣服颜色是否匹配 所有答案我们将在现场一一揭晓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几位 看到了刚才的这个户外挑战项目的进程 有什么想法 孟非 首先我作为制作方的代表 必须向观众做一个解释 我们的户外的主持人王兴 不止一次的反复地强调 我们看到648位大妈 648位阿姨 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三位怪叔叔 中间他有两个大妈的那个动作 他有点质疑 对 那个后来你是怎么完成的 当时就是有的大妈跳的时候 动作幅度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就想盯着多看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我再看 发现他跟刚才跳的不一样 有一个细节我想知道 王兴最后问 你确定吗 他犹豫了一下 对 他做了最后一次调换 如果主持人没有这一句追问 你能发现吗 这个在考试的时候都有这个习惯 写完答案再检查一遍 你做到考试的经验 考试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我去拿下准备交的 最后凌交卷的时候发现 你看旁边一个答案 会在最后关头匆忙改一个答案 而事实证明那个最后改的答案 往往是错的 最后你改掉的那个可能是正确的 你有没有这个担心 但是你的逻辑跟他不一样 你是偷看别人改的 他是跟自己内心比较的 我偶尔也有不偷看别人的 结果呢 被害是错 也是错 也是错 我们要准备进行验证了 吴请文 有信心吗 有信心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请进这81位 活泼可爱的阿姨们 有请 那么我们的按照之前呢 他们对应的编号的顺序呢 站好了 这81位在验证区里头 站着阿姨 是不是属于第五方阵的阿姨呢 还有你刚才是 21号跟18号对调以后的那个 站在最后站的位置是多少号 31号的位置上是吧 对 好 到底换的正确 不正确了 我们请31号位置的阿姨举个手 好 就是这位阿姨 那么现在除了31号阿姨 请其余的阿姨准备验证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争出了过世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转下心情送给你 转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每天为你生气 好 目前看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的正确 第四排 正确 第五排 第五排除了31号 正确 第六排 正确 第七排 正确 一八排 正确 一八排 正确 最后一排 正确 请私下号码牌 请私下号码牌 我差不多有90%的吧 我确定自己是对的 我每一个都能够很清晰地回忆出来 好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81位阿姨脱条上映以后 亮出的颜色完全一致 当然其中除了31号这个位置上 好 31号的阿姨 好 31号的阿姨来到舞台的这边 掌声有请 接下来请31号阿姨撕下你的号码牌 并拖去你的外套 3 2号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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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特别紧张 好 我们谢谢31号阿姨 谢谢你 请回到你的队伍当中去 谢谢 现在呢我们请81位可爱的阿姨们 再给我们跳一支舞 好 好了 又给我 谢谢 衣服 送个el 哇 好活酷喔 大特会没有要跳 好球 真棒 真棒 好 谢谢 我们的新春活力 谢谢你们 你叫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永远是 这样 提神换把 你就觉得他跟大学里的 啦啦队也很像 我想我应该也会加入他们的行业 好 谢谢他们 谢谢 我实际上这广场舞太好了 你从他们每个 就从每个阿姨脸上看到 情绪 对那个笑容 那个是发自内心的 而且觉得他们很健康 对对 很开心 就因为跳广场舞让他们很开心 但我有个小问题 因为里边刚才有一个叔叔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 嫂子说她要跳广场舞 想让你陪她一起 你会加入到这行列里吗 你把我弄死算了 挑战成功了 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 各位给你打出的难度系数分 他的意见 跟其他的三位评审 是不是一致呢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师父以待 让我们师父以待 现在 请多个的位为她颁发最强大脑 奖杯 有请 请你走进 进进这门 我就是奇迹 说保持到我心里 会有更大的坚定 要相信自己 好 郭经理 加油 今天她表现的这个项目 有几个加分的地方 第一 今天她看见的大妈是动态的 对 她从动态中间提取一些特征出来 第二个难点是 当她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她做出动作 就被旁边的大妈的动作给带走了 这时候你的特征值是模糊的 而且你的信息是不确定的 对 人脑其实最擅长的 就是在信息是不确定的情况下 是模糊的情况下 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说综合来说 她的项目是绝对值8分的 好 谢谢 谢谢这位的位 谢谢 这里是由有机奶领导品牌 经典有机奶 为你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叫红花鸡 今年13岁 最强大脑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每次姐姐提到钢琴的时候 很痛苦了 去年我的姐姐来过这个舞台 我要挑战的项目是 轻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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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数字是和第七个白剑 但是没有成功晋级 26分 从小姐姐就非常的爱我 她会教我很多的东西 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姐姐是我的偶像 我四岁半的时候 我四岁半的时候 姐姐就开始教我弹钢琴 现在我的钢琴已经过十几了 姐姐上初一的时候 自行车丢了 她非常的难过 于是我就用自己所有的零花钱 帮她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看到她高兴地笑了 我也笑了 姐姐的记忆学得非常的好 她也想让我学记忆 但是我更喜欢魔方 在生活中 我会把很多东西想象成魔方 比如说房子 比如说红绿灯或者花 去年姐姐没有走上自己之门 今年我要挑战自己 带着姐姐的心愿走上晋级之门 有请挑战者 挑战者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红花鸡 今年13岁 好可爱 黄花珠是你姐姐是吗 今天来挑战的话 姐姐应该会来给你鼓励吗 在哪里 没有来 她现在高三 是要准备高考吗 对 请问一下 今天你是来上演王子复仇季吗 我今天只是来挑战自己 我会带着姐姐的心愿走上晋级之门 好可爱 等一下 我得把这个事捋一下 因为上一集你跟她姐姐是在台中 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她姐姐好可爱 情意呢 非常的精湛 然后有记忆力 就没想到呢 达特卫打了一个分数 没让她晋级的时候 其实全场是非常的愤怒的 周杰伦从那一集之后就说我不来这个节目了 然后开玩笑的 但是呢 我很想知道黄花鸡 姐姐回去之后怎么跟你说达特卫这个人 哎 她说科学是多特卫唯一评判的标准 但我谢谢你姐姐 谢谢她理解 就说姐姐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能够晋级 你带着姐姐未完成的心愿 再次踏上这个舞台 姐弟两个人共同来实现同一个心愿 但是我想问的是万一 当然了 我说的是万一 万一没有成功 我说你们家兄弟姐妹有几个 几个 两个 爸爸妈妈都可以来 对 我觉得今年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话 你爸你妈也可以来 一直到把这个人挑战下去为止好吗 好 来 大伟 我希望她成功 希望她成功 今天的挑战项目是什么呢 盲领复原二维马 这个挑战项目到底有怎样的规则呢 请看 100位现场观众 登记姓名拼音缩写 生成二维马 嘉宾任意挑选一个 并扫描出信息 选手现场记忆后 用49个三届魔方 盲领复原该二维马 扫描模方二维马 与嘉宾所选二维马信息一致 挑战成功 好 在我们的规则当中呢 所提到的二维马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100个二维马说 对应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在哪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场的这100名观众朋友们身上 都有姓名和 拼音缩写的名牌 好 接下来请三位评审 同时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桃子 真的没有同情分 或者感情分的 没有 因为在上一季 贾丽萍他那时候 跟西班牙选手PK的是盲你 他妈花了一个小时 大概记20个魔方 那他正确能还原的是13个 所以平均下来 你看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弟弟他要记得 有这么多不同的姓名缩写 二维马 然后他还要把它画成 那个魔方上的图案 这孩子天才啊 这个桃子走动的天才 不是轻而易地说出来的 来 孟菲 以我对这件事情的难度判断 我给4分 但是我加的那一分 是因为他完成 他姐姐没有完成的任务 这件事情有很好的示范 以后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挑战成功的人 他的朋友 他的同学 他的老师 他的所有的人 前夫后继地来到这个台上 最终会使我们可以面对的 那个选择的范围 会越来越大 最需要挑战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貌似权威的人 比如说在这个台上 打过最大话语权的 Dogway这样的人 所以我这一分 就是鼓励这种 越来越多的人 来挑战这种物有的模式 给你最大的成功 加油 大卫 5分 为什么 我这个有感情分在里头 因为我有个姐姐 但是我小的时候 跟我姐姐一直打 直到我这个大学毕业以后 到北京 因为我姐姐那时候在北京 就是我才感受到 姐姐对弟弟的那种好 我上大学以后 没钱花的时候 都会找姐姐要 你说了钱 你说了钱 你没有别的情感诉求了 是吧 其他 不是 你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我跟姐姐 当然有什么需求 就说什么需求了 所以我看他们小的时候 就这么好 我很羡慕 好 你姐姐呢 拿到的分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1分 11分 至少在预判分上 你已经略胜一筹了 那么华金 我再问你 对于挑战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请上 挑战有信心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请陶子 为他挑选一个包围马 真看不出什么差别 好嘞 好嘞 科学助理 陶子老师用手机扫描出的二维码为 L Y L 好 那么这位观众在哪里 好 在那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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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准备好了 观察 开始 仅仅是他记忆的 记忆这个图形的方式来说 我觉得我的分可能打高了 我就想问答推位是会不会扣分 好 一个人刺激 作人的方式来做 一分三十九秒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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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是 请科学助理为黄花鸡戴上眼罩 忙你就是很恐怖的天方夜叹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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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一个 谢谢 黄华姬在拿到第三第四列第二个魔方的时候 突然陷入了长时间的犹豫 他会不会在这里犯下致命的错误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笑 等一笑 第三第四排的第三个 第三第四排的第二个换一下 第三第四类的第二个 第三第四类的第二排是吗 对 对 他突然要返回去 中间两个挑出来 我说 这不会出了什么事 我当时替他心里捏了一把汗 他确定知道那组弄错了 哇 我觉得这个孩子字典里没有犹豫这两个字 让他摸一下 第三第四列的第二个对吧 还有第三第四类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 装造好复原完毕 主持人和我复原完毕 好 我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科学助理 把黄花军复原完成的魔方一道 验证台上 选手毛领还原的魔方二维码 以摆放至验证台上 我们来看看黄花军所复原的 这个二维码 是不是我们刚才 对应的那位叫做LYL的观众呢 我们有请这位观众朋友 到我台中下来 你复原的二维码 到底是不是能够经过验证的考验呢 接下来我们请陶子用手机 扫一下他所复原的这个二维码 我其实光看图形觉得有点像 请你回到周围上 先告诉我 你扫描的那个字 几个字母 他刚刚是三个对不对 刚刚扫出来的是 三个 你不要吓死我们好不好 心脏都 他也好紧张 好 现在请你把手机交给科学助理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样特殊的时刻 那么对应的到底是什么呢 陶子老师用手机 为大家扫调出的二维码 把手字母缩写为 L-Y-L 完全录制 来来来来 我还要验证一下 L-Y-L U-E-0 谢谢陆先生 谢谢你 谢谢 我是觉得他心理素质太好了 就感觉他真的很淡定 很沉稳 外表上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对 他调整了两组的位置 非常的清楚 我一直想 你在拧的时候 你要考虑下面的 同时要考虑 我上面这两组是不是错了 我待会还把它找回来 因为我是习惯一次坐下去 有错的是等坐完了以后 才回来还原 仅仅是认这个图形 这个难度并不大 但是让我们之间的是 他用那个魔方不仅快准确 他的那个手指在上下翻飞的时候 是那样的优美 当他放下来的时候 是那样的淡定 这小孩表现出的那种 惊人的这种沉着和自信 太少见了 你就是我特别想看到这个舞台上 应该出现的那种选手 哎呀 他 我告诉你 这个小伙子 马上又到这个穿绿衣服的怪人 打分的时候了 你想过没有两种可能性吗 一种是你们姐弟二人的梦想 在这一刻终于得以实现 那毕竟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跟你姐姐一样 虽然说我不明白魏教授的标准 但是我们都尊重他的选择 他刚才的话 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解读 就是说魏教授你随意吧 我不跟你一般介绍 好 各位各位给你打出的难度系数分 到底是多少呢 最强大脑 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让我们拭目以待 20 40 60 最后的结果是 结果是 90 恭喜 第一 通过 太棒了 好 接下来我们请多多位 为挑战者搬话 奖杯 我相信做好自己 超越自己 我相信我就是自己 精力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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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心里 会有更大的天敌 要相信自己 我相信自己 我相信自己 加油 加油 我相信今天她的表现 也恰如惜分 就是六分 没有过高 正好这个六分 也是她去年 她姐姐都的六分 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王子复仇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我要说的是 这个客观的分是怎么来的 第一 她需要记住 整个二维码的图案 然后她用尺子记了大概十几分钟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给她加分的是后面的魔方 今天她玩的魔方是个命运算 她总共有49个魔方 这是个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只要一个差错 她就失败 所以她今天展现 第一是记忆的广度和精度 记忆也必须是一个不错 第二 魔方盲影也是一个不错 可能大家觉得 哎 你刚才说的这么难 为什么才减六分 因为这个魔方的 从随机性来说其实不大 只需要拧几下 就能够回复到她想要的情况 所以在这方面 她也有一定的减分 所以两方面加起来 刚刚喝六分 谢谢 谢谢各位 卢秀秀以及传递价值资讯的 JACKER新闻客户端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对本节目提供的全程科学顾问